那你怎麼看蔣萬安這個人 他的能力 各方面 性格 蔣萬安說實在話 他確實是個暖男 但是溫暖的暖 但是不可否認的 大家都可以看出他現在的一些端倪 就是他也確實是個軟男 也就是說你看這麼多年來 對 你看他對任何這個重要的政治的分析 決策判斷 他沒有辦法當機立斷 他整個這個崛起到他現在的作為 他就是抱著這個不犯錯 那不得罪 不做決定 三步 那這三步就可以保持這個蔣萬安暖男的形象 那他認為在臺北是以這個暖男的形象 加上他長期以來在經營的就是他是蔣家的孤臣孽子 那孤臣孽子就會得到四方他們藍色陣營的響應 就是趕快要來互助這一位少主 這一位正主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用的方式直接跟白色跟柯文哲民眾黨下去談 如果真談不成 我認為講話還會有使出他們政策上的這個棄白寶藍棄黃寶獎的方式 就是他把只要非綠色陣營出身的 只要跟他們泛男體系不管紅的 橘的 是由藍色體系出來的人 他把他們打成四個字 歷史罪人 所以黃珊珊如果柯文哲再不接受這樣的勸祥來藍白河的話 那到選到最後 蔣萬安使出的必殺技 就是你們這些所有過去泛男系統出來的人 你們都是歷史罪人 因為你們擋住了我 蔣萬安 那你覺得柯文哲還能吸到綠營的票嗎 我認為柯文哲吸綠營的票 那個機率非常非常低 說實在話 他表面上有現在的這些民調 但是這些民調支持度 大概絕大多數都是來自藍色陣營 這非常清楚 原因是什麼呢 最簡單講柯文哲從他蒙上了臺北市長以來 你看他多次揶揄我們臺灣價值 你要去跟中共所謂的床頭草床尾河 兩岸一家親就算了 中頂三菱各有旗幟 你就去你的 你背叛我們臺灣價值就算了 他動不動 還把我們臺灣價值拿出來揶揄 拿出來招大修理 所以我認為這一點 這一次這個在我們綠色選民心目中 我們一定會找一個機會 而最好的機會 最近的一次機會 就是二零二二 這一次的市長選舉 議員選舉 我們綠色選民一定會討回一個公道 晚間十點 敬請鎖定 朕知道了